今晚講什麼題目? 今晚講水鬼 好,我們講水鬼之前 我們首先 聽聽這個故事 一直以來,救生員的職責 就是在無情的大海裏 將人的生命 由死神那裏長返回 在很多人的眼中 救生員似乎是一份 不錯的偶差 而從事這個職業的人 亦成為很多人的羨慕對象 無他的,只因為 救生員大多數鍛煉出一副 良好的體魄 而且身形健美 膚色健康 吸引到不少女士們青來 男士們也少不免會妒忌 但是,救生員的工作 畢竟比較辛苦 除了一煞雨淋之外 還要肩負起拯救生命的重任 不過,或者大家有所不知 原來,傳統上 救生員在救人的同時 亦都要遵守一些禁忌 如果不是,就有可能 救人不成,反而危及自己的生命 據說代代相傳 救生員有一個不成文的禁忌 就是每次拯救生命的期間 直至那個禁忌者被送到救護車離開現場為止 救生員是絕對不能夠在這個人面前提及一個字 這個字就是死字 而且,在救人的時候 只要救生員在水裡把禁忌者救上來 即使這個人早已氣絕身亡 救生員仍然必須要為這個人進行急救 就像平日的急救程序一樣 一點都不能遺漏 更加絕對不能放慢手腳 趙眼看起來似乎很荒謬 死了就是死了 假若救起這個人的時候 發現他早已死了 在現場說一句 這個人已經死了 或者這個人救不回了 不是一件很正常不過的事嗎? 而且,作為救生員的 必然有一定的醫患常識 絕對是不會 謬謬然判斷這個人已經死了 對於一些分明早已經斷氣 毫無生命跡象的人 還要浪費時間精神 為他進行急救? 不是太傻了嗎? 說得對 這個禁忌背後 又確實是一個很大原因 而這個原因聽起來 似乎是很有道理的 相傳,每次當救生員 將御力人士救上岸的同時 一些等著投胎的水鬼 也都會跟上岸 乘機找提神 如果在這個時候 有人說這個獲救者已經死了 水鬼就會立即找去做提神 而御力者那個已經很虛弱的靈魂 就會變得不堪一擊 令到水鬼得逞 相反 如果一直沒有人宣佈這個獄歷者死亡 即是說 水鬼也都不會輕舉妄動 甚至會馬上回到海 離開 這樣的話 即使這個獄歷者的靈魂 早已經離開肉體 也可能 有機會奇蹟地被人救回 或者 就在這些情況之下 有些獲歷者 被救上岸的時候 分明已經是死了 但是經過一輪急救之後 就忽然恢復了心跳和呼吸的原因 另外 也都有人說到 獲歷者會在水裡 跟死神搏鬥 即使最後被救上岸的時候 已經死了 但是他的意識 還是相信自己是仍然生存的 而且還會不停地 試圖在死神的手裡 掙扎出來 如果在這個時候 有人在他面前說 你已經死了 那麼他的靈魂 就會馬上受到 突如其內打擊而崩潰 就算還未完全斷氣的 可能會因此馬上死亡 而聽說 在某些情況之下 不管這個獄歷者 是生還是死 都會即時出現 七孔流血的現象 如是者 人百分百死了 但心裏面 仍然會心心不焚 甚至認為 因為救他人 沒有盡到一分力 自己才會失救而死 如歷者 不能釋懷 好自然 就會對原本救助自己的因人 視為害死他的仇人 好了 回到我們極度恐怖熱線 大家聽過這個故事之後 我想我們也要討論一下 什麼叫水鬼 幫師傅我想問 水鬼 以你做這行的工作 我自己覺得 水鬼是否一定是由於 雨滴而死才做水鬼 還是普通人也可以做水鬼 被水浸死 一定是 而且有很多水鬼是上不了岸 為什麼 他們本身死的範圍在那裡 我們就叫做地搏寧 雖然不是那塊地方叫地 或者水的地 或者水的地 或者水搏寧也好 所以他們不能上岸 如果我遇到水鬼 如果我遇到水鬼 我唯一的方法 上岸 最安全就是 他會不會走上來 沒有水便上不了你 如果有機會 如果有機會黏在你身上 這樣就麻煩了 一黏在你身上 他就會跟著你 或者做一些事 去騷擾你 干擾你 其實我們極度 之前我也有說過 我怎麼跳下水 救人 這件事實 再之前我們的聽眾嘉賓 Kent 他有位朋友 是有陰陽眼的 亦都說過在荃灣和觀塘那邊碼頭 亦是看到附近有些水鬼 而我看到的水鬼 是怎樣呢 他們不能上岸 很多地方都有 坐在我旁邊 魏王滿哥 深井 他也知道都有 另外青水灣 銀線灣 銀線灣 我又有水鬼 其實也有很多水鬼的事 我接觸到 但是很多人把水鬼和水怪 分不清 為什麼呢 在我腦海當中 說真的水鬼 都是可以接觸到的 或者全身濕濕濕的 整件事是啡色的 好像人和魚混合體 但是我們平時說靈異 永遠都是靈魂 看到一股薄膜 我想知道 看到水鬼 會不會是 剛才我所說的分別呢 水鬼來說 會表示有很多種不同的形態 出來的 而水鬼來說 會因應自己本身 想變成的 什麼人類的形態而出現 但是我之前在節目也有說過 水的力量是很大的 如果人來說 你也知道 稀山莫稀水 水可以浸到一些地方 那你明白了 水鬼 真的不行 最可以 另外 有人說有陰陽眼 可以看到水鬼 但水鬼在水裡 陰陽眼 是不是一定是 他的身體 在水面上 你能看到 還是 尾水可以看到 你能說 兩個觀點都對 上面也會看到 下到也會看到 如果有陰陽眼 他不是用眼睛去看 用眼睛上面 即是額頭那邊 那些位去看 色耳狼神的位 對 是附近那些 三隻眼 類似是這邊的位 去觀察靈界的事 因為靈界而言 會有光體和暗的能量 所以會用頭蓋骨 從果體那邊 而去看 這是另外一段 這是一個感受 是一個光體的感受 在我心目中 我經常覺得 普通經見到鬼 即在陸地上見到鬼 都不會一定有生命危險 但遇到水鬼 真的很麻煩 真的很麻煩 不整死你也好 從前到你 在腦海當中 一直都是他的影像 這件事很害怕 我試過 有一個例子 有一個朋友做救生員 在香港 西貢某個泳灘 我不說哪裏 免得嚇到別人不敢去 西貢也是那些 他救了一個小孩 那個小孩被那些髒東西 拔走他 最後我的救生員朋友 就生病 又是發燒 燒完又退燒完又退 看極醫生不好 然後他媽媽找神婆 一問 她說 那個水鬼是一個女人 她也是浸死的 她說 多管閒事 我明明要帶人走 你為什麼要去救他 就纏著他 以幫師兄 都是做一些方法 我叫他去沙灘 拜一拜 不好意思 又自己抱一些東西 抱一些什麼 如果是救生員 跟一些救生員朋友說 之前也有說過 可不可以有些護身物品 今天也有三四位聽眾 上來問我拿 那些包了膠的護身佛牌 對他們是很有幫助的 如果沒有拿到 那怎麼辦 把勵士風 或者符 那些三角形 包了一塊膠 然後放在衣袋 或者褲袋 都很有幫助的 是 明白 這個時間 我們先休息一會 轉頭回來 正式進入 氣獄 嗯 一些死於非名的人 她的靈魂 會在昔日死亡的地方 長流不散 尤其是一些 心緣未了 而未能安息的人 他們死了之後 會好易化為麗鬼 一些盛傳鬧鬼的地方 就是因為 多年以來 集結了不少同類的怨靈 而出現 就好像澳門某一個沙灘一樣 多年來 就有不少靈體出現的傳說 這個位於路環東下面的海灘 是全澳門最大的泳灘 由於 這裡有一種獨特的黑色沙粒 因此 令到這裡 成為澳門的主名景點 由於路環的位置靠近珠江後岸 因此 以往有不少的偷渡客 都會經這裡 游泳過澳門 或者是香港 但因為 不少人 曾經在途中 很不幸地養魚力而死 又或者 遇上鯊魚的襲擊而喪命 所以 這個地方 曾經發現 不少的人體殘滯 嚴重的靈異傳聞 亦都應運而生 傳聞歸傳聞 由於 這個海灘 在日出的時候 的景致實在太美 所以 小的遊人 都會到那裡 遊覽一番 在去年的夏天 麥先生 就跟三位朋友 來到澳門旅遊 並入住一間 路環的酒店 他們到達的那晚 其中一人 一時興起 說很想看人出 於是 他們就在凌晨時分 摸黑出發 由於 時間更好早 所以 他們就沿著海灘 慢慢走 一路走 一路聊天 但是 當他們走到海灘的中段時候 麥先生 就突然 隱隱若若地 聽到有人喊救命 但是 就不知道 在哪個方向傳來 於是 他就問同行的朋友 你們 聽不聽到 有人喊救命 但是 他們就說 什麼都聽不到 他們到處看了一望 只是見 這個那麼靜的長灘上面 只剩下他們幾個人 而一片漆黑的海面 更加是跟天空 連成一條直線 莫講話 是其他人 或者是船 麥先生 當時 也都以為自己是聽錯 就不以為 然敢 繼續走 他們 一直走到海灘盡頭的一條小路 旁邊 是一條隱隱道 突然間 麥先生 看到 隱隱道裡面 竟然有一個人影 在閃閃閃閃 在昏暗的燈光下面 他發現 裡面竟然有一個衣衫藍流的男人 全身濕透 失縮在隱隱道的一旁 於是 他就跟他的同行朋友 打了一下顏色 但是 當他們用強力電筒 照入隱隱道的時候 那個男人 就無怨無故地 憑空消失 麥先生 很肯定 他自己沒有看錯 覺得 那個男人 只是躲起來了 由於 他懷疑那個男人 是偷渡客 為了安全起見 他提議大家 回酒店休息 但是 當回程的時候 麥先生的三位朋友 因為太貪玩 而除了上衣 走入海裡玩水 忽然 麥先生 見到一個人 從海中心那裡 走向沙灘 並且 照著他的方向走 麥先生一看 竟然 就是剛剛在印水道裡的那個男人 奇怪的是 四個人裡面 只有麥先生一個人見到他 這時候 麥先生就發覺 那個男人 在沙灘上 慢慢走的時候 竟然一粒沙都沒有挑起 就好像 好像是飄著 那樣 當那個男人 再走近一點的時候 麥先生客人見到 他雙眼 是凹了下去 只剩下一個眼窩 並且在流血 麥先生 又怕又急 於是 大聲 嚇他 究竟你想怎樣 而那個人 就用 誤信證的口音說 可不可以 帶我出市區啊 在這個時候 麥先生 早已經 嚇到呆了 也都不懂得 怎樣去回應他 幸好 他其中一個朋友 走過來 只是見到 他的朋友 赤裸著上半身 胸口掛著一個觀音鏈咀 這個鏈咀 突然間發出一陣金光 而那個 衣衫藍樓的人 見到金光之後 就很害怕這樣後退 隨之而來的 就是一陣煙這樣 突然消失 同一時間 太陽 也都從地平線那裡升起 很快 整個海灘 已經有陽光的氣息 在這個時候 麥先生 才鬆一口氣 但是 他就沒有把真相 告訴他 其餘的三位朋友 知道 回到第二集的 極度恐怖熱線 在我們直播室裡 也有主持人 誰是主持人呢 啊 幫師兄和Steven 和我們的阿Sam 對 遇到我們的嘉賓 上來吧 Louis 我們剛剛講開水鬼 在咪後大家都聊過 水怪和水鬼分不開 其實我想問外形水鬼 通常見到的情意有什麼樣子 水鬼 通常如果實質一點 就是很濕 濕 就像那些蜜 污泥 灰色 那些水塘 海那些 我就經歷得多了 最猛的是水塘 水塘 香港仔的水塘 每年都死人 三叠譚 是啊 當時我記得 我讀小學 讀聖八多六的時候 已經是 因為我很近的學校 大致上我聽過 在我們同一級的人 死過三分 都是他們由於上去三叠譚 玩 三叠譚沒有事 下水塘 他們就說 好像被一些淤泥 吸著 拿著腳 有些曾經逃脫了之後 發現了 雙腳被咬了兩隻腳趾 有可能是水猴 什麼來的 水猴 今天告訴你們 水猴 是什麼 是一種 好像猴子的妖怪 這些就叫做妖 妖怪是一種動物的形態 而鬼來說 就是人死了之後 我們就叫鬼 那你說哪隻猛 當然是水怪猛 那些妖 很厲害 很大力 而且有些水的妖怪 躲在那些水渠口 綠色一隻 我們可以說 我之前在極度也有說過 那些水猴 深圳寶吉有 大埔近泰和那條河有 馬來西亞有 其實很多水塘的地方都有這些 所以你剛剛說得沒錯 其實來說 不知道水怪還是水鬼 很難分 很難分誰去做這件壞事 我們要分 我們熱線電話號碼81008181 如果大家對水鬼或靈異的故事 靈異的故事可以跟我們分享 請打電話 說回來 我可以說 那些叫水鬼 曾經有一個設計師 有一次去印尼 這個是事實來的 是 去印尼 為什麼要去印尼呢 就是他跟女朋友 還有很多 pair的 couple 就是一對夫妻 剛巧有一對動物穴 去印尼玩 後來就爬急流 那些 玩玩 後來一個大浪衝過來 誰知有一對人 就分開了 那男人 就發現頭撞到石頭 後來很幸運 就是撞穿頭 但女兒 就不見了 找了三日三夜 打電話來 我們公司說 我不回不了 出了事 出了事 出了事很淒涼 因為為什麼動物穴 這麼開心的事情 搞到最後這麼悲慘的事情 後來就去找 然後打電話回來 香港找人 到時候你知道 印尼的環境很差 就是找人救人 沒有人救 後來就有些大師跟他說 不如你扔個西瓜下去 一扔個西瓜下去 之後 不夠十分鐘 屍體就浮出來 其實我想問這件事 西瓜 阿聲問得非常好 我們中國很多山術 和法科的東西 都是由北方轉下來的 有時候講的語言 是絲瓜絲瓜 就是這樣來 你有時候會留意到 有很多人浸死 被沙魚咬死 都會扔個西瓜出去 是呀 剛剛講水鬼的形態 你會知道 濕滴滴 我聽人家說 剛剛有一個 聽人家說 以前有一個船家 一大條船出海 十幾人 他又站在那裡 月光底下 有一條沙魚 就吃了他的影 蛤? 他吃了他吃的嗎? 是的 他咬了他的影 之後他就生病了 他生病了很久很久 上岸都不好 然後有一個老人家就教他 你去那個位置 看到沙魚 吃過影的位置 就把南瓜丟進去 之後他就沒事了 這些真是很奇怪 我又真是很奇怪 我解釋不了 因為很多人 其實以為水裡的動物 沒有什麼靈性 而且看不到水面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 澳洲 大寶珠的地方 Simon曾經試過在船上 釘東西出街 就是海裡 就餵那些魚 竟然那些魚很厲害 就像平時玩的 大家看的海豚 會跳上水面 不是海豚認識這個 是很多的魚都認識這個 飛上來 飛上去 他根本的眼睛就看到水面 有時候 有些人跟他說 如果你游泳的時候 你有沒有試過曾經 我想很多亭中試過 又游泳到水面之後 沖乾淨了 發現他損了 那些損就是很奇怪 很幼的 好像被紙戒 對 有些人說是那些 不奇怪的 會不會的 會的 以前極度有說過 那些水猴狼的命 聽回以前那些 他說他捉你的腳 捉不到你 誰知道在水裡 就在水裡 捏一捏 你不知道要撐 有時候你無緣無緣無故撐到他 嗯 他就在咬你 或者撐你 誰知道就撐上去 你不知道 其實是算走運的 我有個朋友 有次極度有說 今天和你提一提 我們出去玩夜晚 他喝大了 他一直不相信這些 順口癡黃 說了些什麼說話 最壞的就是 他對著海 小解 又說髒話 然後他不知為什麼 就跌了下水 蛤 跌了下水 跌了下水 然後叫救命 說有些東西扯著他 其實我當時 說回那個心情 會不會是八爪魚 不會不會 如果八爪魚他沒有命 是嗎 為什麼呢 這件事就是這樣 然後我捱氣 看看 咦 有些不妥 是不是那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扯他下去 我唸了一些咒魚 我先護自己的身 我就跳了下水 我跳了下水 看到有三四個靈體 黑色的 扯著他手手腳腳 三四個 扯完頭 又扯手 又扯腳 然後我要唸咒才夠膽下去 我說不是 那次我也拒了一份 然後扶他上去 我罵了他一輪 你在水那裏說什麼粗口 不信不信 現在這樣 是不是搞到大大鑊 然後我們船就 就走了 其實 水鬼來說 力量都挺大 他本身 他自己的水性是挺好的 游泳很厲害 各方面 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 我在香港的地方 有什麼地方 是最猛鬼的海灘 猛鬼的海灘 多了 銀線灣 和清水灣都很猛鬼 那阿Sam還有什麼呢 淺水灣又猛鬼 淺水灣這麼有錢的人 住他們都這麼猛鬼 那你想一下附近 為什麼有氣座廟在這裡 是啊 有很多小朋友 以前在那一邊交遊 經常都跟家長說 小朋友說媽媽我不舒服 原來去完那一邊 就容易遇到那些骯髒 聽說好像珠海那邊 都幾慢 是呀 再說以前歷史的因素 有一些屍體 留在東江 珠海 珠江口 澳門 黑沙灣 其實有這些 東平洲的沙灘 厲害 很厲害 那個地方真的很猛 晚上真的叫大家聽眾 不要膽粗粗在那裡 聊事鬥飛 有夜水不要這樣 是啊 隨時闖禍 因為很多人在那邊偷渡 有些浸死了 有些被吃了 在這節裡跟大家說一下 一些關於水鬼的情況 在下節回來 我們說一下 一些禁忌 游泳之前 或者做救生員 禁忌跟大家分享 不如大家回到最後一節的 極度恐怖熱線 今天所說的主題就是 水鬼 剛才在上一節 我們幾個大男孩在那裡 就說一些關於 水鬼出現的情況 我們咪後也說了很多 有關於這個情況 在這節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有關於 一些秘技 我們二線電話號碼 81008181 如果你對一些水鬼 或者一些靈界的故事 或者親身經歷 可以跟大家分享 請打電話上來 81008181 幾萬塊師傅 我們說回 下水 有些什麼禁忌 教了一些救生員 不如這樣 我們這麼多人在這裡 大家嘗嘗一下 滿哥 有什麼下水 有什麼秘技 看看 方師傅 你覺得 下水 有什麼秘技 我 我通常下水 沒有什麼秘技 我就是這樣下水 但是 可能我小時候 看得多大巴沙多 會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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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鯊魚咬 這樣 這樣 這樣就當下滿哥 你有沒有在海裡 小便 呢 通常 游水 會有的 哈哈 方師傅 還有你 這件事 其實是不是大忌 呢 如果那個地方 猛 他時運又低 剛好 那一隻東西 想捉他做替身 那你就糟糕了 他又有個藉口 可以拿你命 真是說 小便很糟糕 那 想回到水 去廁所 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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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很多人 聽眾都有 去海灘 去水 搞定 你知道大家游一下游一下水 無端有三級 暖流 你知道那些暖流是什麼 人的 聽眾 你有什麼秘技 可以問問 你覺得有什麼 游水 是不可以 小心一點 我沒有什麼 其實我也沒有游水 有水 不過我聽過 有個 舊同事在大浪灣 劃開水 那些 他說 其實 如果 就算 水 去到 膝蓋到 那樣 如果一個浪蓋上來 那些暗流 整個人已經可以捲到下去了 就不用 就不需要 去到腰那麼深 去到膝蓋已經可以了 所以這個 反而覺得 小心 說到禁忌之前 那我一陣間 都想教一些 很多人下水玩 有什麼禁忌 釣魚 等等 猛的地方 我們提漏了長洲那邊的沙灘 長洲厲害 好猛的 真的 還有水鬼上不到岸 跟著上面那些浪 站在那裡排隊 一堆一堆排隊 或者一群一群 好像那些魚 在上面 碧瑤灣 也是 碧瑤灣 真的很厲害 華富村的瀑布灣 還有現在很貴 貝沙灣 那裡有很多水鬼 是啊 其實 講水鬼 剛剛你說得對 要超渡它很煩 嗯 即是要在那邊 有時候你說 佛教密宗的 補平法 水超 你說我們道家 在水那邊 打糖齋 還有剛剛阿Sam說的很適合 西瓜就很有用 是啊 用了很多年都是很有用的 因為當時在香港的地方 入軍 侵佔的時候 大部份的人 是把麻包袋捆住 就扔進去 是啊 在福布灣 就是薄庫林 我想很多聽眾在薄庫林 住那邊 為何會有這麼猛鬼 其實那個水鬼 人家說是汽水 我想有一點 這些情況 這些情況會有 而且長洲那裡 長洲這麼猛鬼 是不是跟這個水鬼有關係 長洲來說 第一 先說風水 山勢 沒有什麼山勢 山館人丁 水 會比較大的圍住島 人氣又不夠 加上發生這麼多悲劇 那邊的沙灘 為何在附近這麼多廟 其實是用來鎮住水鬼 還有保持沿岸的風水 氣場 力量 各方面 但是說真的 水鬼真的不可以 問問 Steven呢 你覺得有什麼禁忌呢 是啊 就是去海灘 游水 有什麼禁忌呢 出海玩 我經常聽水鬼 經常都感覺到晚上 看到多個日頭 所以我不要太游夜水 加上我自己不懂游水 你這麼大隻也不懂游水 大隻是不代表浮的 還有來說 你們會不會覺得 夜晚的海是特別恐怖 是啊 真的是事實來的 其實阿邦星 其實我自己也有經歷 就是有一天 我跟一群朋友去燒東西吃 那邊走 出海灘 其實看到海中間 有個人 影子在那裡 其實是浮一下浮一下 其實我想問 其實水鬼在水的形態是怎樣 它會在水面 還是在水底 上下都可以 我剛剛說了 我救我那個 那麼多口的朋友 他那班也有聽 他說 他給那些東西 就在水裡面扯去 他們想把力量加到更大 聚集的人 和他們的群體 越來越多 水面也可以 水底也可以 但是水鬼就很害怕 下雨 下雨 那些雨水好像一支針 一支支穿進他的身上 所以下雨的時候 那些水鬼就沉不底 這樣 是的 那些老前輩 找回那些水鬼 就是拍檯問的那些 那些水鬼 有說回自己的感受 就是我們人有人的感受 鬼有鬼的感受 我現在趁少少時間都想說 釣魚都有禁忌 一釣三條油錘附近 就有屍體 有個故事就是 有一條小人就釣魚 釣一下釣一下 狂釣到很多油錘 然後釣完 回去又大病 醫不好 醫不好 原來 然後把油錘放在桶裡 桶裡有些頭髮 油錘是吃屍體 他釣了這麼多條 人家教 釣到兩條就不要再繼續釣了 附近應該有屍體 他就帶了那個死者的魂牌上來 就纏住了他 然後他就找回那些靈媒 神婆的溝通 然後就超渡那個水鬼 就是這樣 人家說如果釣到一些 當麗芝的拖鞋 或者三褲都要小心 對嗎 要小心 這樣都不可以 放回上岸 有個朋友就是 他釣了頭髮 一堆頭髮很多 那我懷疑是不是頭髮 很多 一堆 是很恐怖 在西貢對海岸 銀線 馬上開了一堆走 一路斷一堆 我們以為是魚屍 是頭髮很長 一堆在那裡 他覺得很恐怖 當時黃昏的時間 立即走 覺得很有問題 很不自在 很不自在 其實你說得很對 有時候 人出海見到屍體 那怎麼辦 很多時候 你不理又不是 放回上船 拿回去水面 叫人家安放回 就叫入土為安 有很多這些禁忌 有時候腳 不要在船頭上 又不要 又惹到水鬼 會的嗎 會的 還有見到屍體 又不可以不理 再者 都會說 因為腳 就不是那麼乾淨 如果腳 在船頭 其實就不是那麼好 還有 如果七男一女 過海 又會遇到那些大浪 八仙過海 其實有很多這些禁忌 還有 有時候 老一輩傳統 說魚吃了 又不要反轉 我又覺得這個 有點荒謬 因為我在船頭 我都會這樣做 另外一件事 有些人說 有些人 如果看到一些 你看不清楚的物體 向你揮手 你就不會回應 是呀 你說得沒錯 有些是海 很多時候 很多的 是呀 特別是 曾經深水灣的地方 亦都去到 壽山村附近 有很多石灘 已經曾經發現了 很多人 向你揮手 揮手的人 不知男還是女 炸底 跟他揮手之後 他就會靈魂 就會附在你身上 你說得沒錯 其實水鬼 剛剛都說過 他上不到岸 他都很想上岸 他不想你身 怎麼上岸 其實在水鬼來說 在鬼靈界裡面 算是 兇猛 還是 很兇猛 還是他自己都想害人 他想上岸 亦想害人 為什麼想害人呢 我這麼慘 我都想你們 得到我同樣的痛苦 我都死過了 等於一件事 你都知道 報復心態 其實都 水鬼 真是 這一陣子 這麼多人在水出事 都希望大家 在水 那一邊 不要亂小便 做一些 很蝕促的行為 有一件事 一定是對的 所有聽證知道 有什麼地方 就不可以 就是說 要避忌的水 就是沒有夠生源 好了 時間差不多了 極度恐怖線 跟大家說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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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靈異故事 敬請關注 YouTube平台 佛靈人間 亦都可以成為會員 支持平台 下次見 感謝大家收聽 佛靈人間 YouTube平台 下一段內容 將會繼續播放 還未成為會員的朋友 想支持平台的話 歡迎加入 訂閱、訂閱、分享 訂閱、分享 訂閱、訂閱、分享 訂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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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可以成為 支撲 有請 報告 會有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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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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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